第七章 依三个美女 于雪飞突然打来电话 让青桥旅行承诺 青桥直门圈儿 什么承诺 我什么时候对你有过承诺 电话另一端的于雪飞咯咯笑了 拜托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不是答应攒一个局 让我和你的那两个红颜知己认识一下吗 这个于雪飞 神龙献手不见尾 自从上次见过面以后 又一猛子潜了水 平时连个泡也不冒 打电话关机 发短信不回 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原以为上次他不过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今天来找后仗了 哎 青主任于雪飞调侃他 怎么 钱都拴在肋条上啊 青桥无奈地摇摇头 苦笑道 钱没拴在肋条上 我的心被你提到嗓子眼了 你出牌不按常规 非要见那两位美女 打的什么鬼主意 你没听过这样一句话吗 生活就像一间大房子 他有可能空虚无物 也可能被布置的丰富多彩 告诉你哈 我正在打造属于我的样板间 青桥哈哈一笑 拜托 我胆小 行 你准备目瞪口呆吧 雨雪飞月祖带袍 一锤定音 明天星期六 就安排在中午 本姑娘减肥 晚上不吃饭 地点嘛 就定在正院大宅门 青桥洋装恼怒 哎 我买单还是你买单呀 怎么你倒摆出一副主人架势 再说了 时间 地点我可以迁就你 人家那两位美女凭什么也随时等你低流 雨雪飞嘻嘻一笑 他们能不能来 就看你的个人魅力了 青大主任 千万要维护住你在我心中 东方不败的高大形象呦 没等青桥回话 雨雪飞已经挂当了手机 雨雪飞挽着青桥的胳膊走进大棚时 罗小丽和穆镜已经在包间等候了 自从青桥把走失的小宝送回以后 穆镜仿佛一下轻松了 以前听王妃的传奇 她还暗自笑话人世间哪有那么浪漫的爱情 浪漫的不接一点人间烟火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就再也无法忘掉你的容颜 相遇青桥 她才真的感同身受 真的是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田 夜深人静 想到自己的情况 她又觉得和青桥的情感注定风过无痕 内心的纠结与彷徨常常把她分裂成两个人 一个热切的想对青桥吐露真情 一个却拼命要远离 现在好了 青桥已经了解了自己的秘密 她那天的慌乱和游离 折射的就是她心中的态度 开的是一朵爱情的谎花 能结出友谊的果实也不错 想明白了 心就放回了原处 提前十分钟 穆静来到包间 刚坐下 罗小丽也脚跟脚进来 美女相见 目光中有欣赏 也有一缕难以言说的敌意 两人还被急寒暄 门外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挽着你了 就挽着你了 告诉你青桥 我这是在挽救你 要不 你的人生该提前力求了 穆静和罗小丽听到门外的喧闹 同时站起身 门一开 亭亭玉立的雨雪飞挽着青桥的胳膊 一蹿一跳走进来 罗小丽和目镜在女人中已算上品 但是面前的雨雪飞还是让人眼前一亮 她皮肤白皙 眉眼精致 身穿一件米色缝衣 里面是奶白色高领羊绒衫 一头深棕色的头发 被一个香钻的发卡竖成马尾辫 看上去 像是蓝天上的一朵白云 孔灵 飘逸 超凡脱俗 真美 两个美女心中发出同样的感叹 只不过感叹过后 目镜是诧异 罗小丽是由人而起的醋意 这是她第二次见到雨雪飞了 两次见面 这个女孩对青桥的亲密有增无解 看来两个人的关系绝非一般 青桥脱下风衣搭在椅背上 冲目镜和罗小丽一拱手 感谢二位美女光临 小声之相有礼了 四人落座 罗小丽白了雨雪飞一眼 说 刚接到报社电话 有一个重要采访 我可能要先走一步 青桥笑笑 罗大记者 哪有那么急 什么采访也得先吃了饭吧 说着指了指身边的雨雪飞 刚要介绍 被雨雪飞一下拦住 不用你介绍 我自己来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位有采访任务的是罗小丽姐姐 这位气质高雅的美女是木镜姐姐 我妈 雨雪飞 说着又搂住青桥的胳膊 把脸靠在她的肩膀上 至于她呀 就不用介绍了 哎 你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 三个美女陪你用餐 青桥无可奈何地抽出胳膊 称怪 小姑奶奶 你消停会 话音未落 包间的门碰一声被踹开了 房间里的人大吃一惊 门外站着陈伟和吴迪 陈伟的脸仗得通红 由于愤怒 鼻翼张一合 像是斗牛场的公牛 她瞪着眼 眼白处有几道血丝 样子显得很可怕 果然是你 雨雪飞 你偷偷回国 不跟我联系 原来是棒上了她 说着一纸青桥 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敢抢我女朋友 胆子不小 青桥在新闻发布会上见过陈伟 忙站起身 兄弟 你别冲动 吴迪一把没拉住 陈伟一冲到青桥面前 揪住了青桥的脖领子 罗小丽上前制止 眼前的陈伟和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陈伟 简直判若两人 看来最能把人打回原型的 就是爱情 因为罗小丽 陈伟举起的拳头没有落下 谁是你兄弟 不是看在青总的面子上 我今天会打得你满地爪牙 于雪飞也站起来 上去推陈伟 你要干什么 你是我什么人 你要敢动手打她 咱俩就彻底白白了 陈伟松开手 轻蔑地看着于雪飞 你说我是你什么人 刚才看见你一路搂着青桥进来 我还怀疑自己看花了眼 陈伟抓起桌上的茶杯 啪一下泼在于雪飞脸上 又抬手将茶杯摔在地上 吼一声 算我瞎了眼 于雪飞被泼了一脸茶水 顿时蒙了 望着陈伟转身离去的背影 才忽然醒过门而来 大喊一声 陈伟 你敢拿水泼我 你胆也颓肥了 然后不顾罗小丽和目镜的阻拦 追了出去 罗小丽和目镜对视了一眼 也追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了青桥和吴迪 吴迪摊开双手 不解地问青桥 这都是什么情况 青桥一脸苦笑 坐下 伸手示意吴迪也坐下 你们怎么在这儿 吴迪解释 创容置业的资金链不是断裂了吗 陈伟托我帮忙 找康泰的使一兵借一笔款子 师总很给面子 答应了 陈伟一高兴 非要请我吃顿饭 刚才见到你和那个美女 有说有笑从大厅经过 这小子一下就炸了 弄得我一头雾水 青桥叫进服务员打扫了一下房间 又添加了两副碗筷 说 这陈伟还真有点血性 我喜欢 又问吴迪 创容置业向康泰借钱了 是 八千万 这两天就签合同 轻巧重重把茶杯往桌子上一吨 是一兵的钱他也敢借 吴迪笑了 这比款子年息5% 比银行贷款还低呢 师总就是想帮一下创容 轻大夫 你别反应过度 这时候门开了 陈伟和罗小丽 与雪飞 目镜一起走进来 转瞬之间 话风大转 除了与雪飞依然撅着嘴外 其他人已是笑珠颜开 尤其是陈伟 陪着笑脸 还多了几分谦卑和羞愧 让大家受惊了 我给大家赔不是 今天的单我买 与雪飞撅着嘴瞪他 我回来的是 你必须给我保密 跟谁都不能说 一旦走漏了风声 我肯定休了你 陈伟陪着笑脸连连点头 放心 放心 说着把菜单递给轻巧 轻巧 你点菜吧 别给我省钱 捡最好的招呼 轻巧借过菜单 一边翻看 一边对站在身边的服务员 报了几个菜名 韭菜上桌 大家公愁交错 气氛十分热烈 陈伟尤其亢奋 只有轻巧 略显沉闷 似乎有心事 雨雪飞站起来 针满了一杯啤酒 冲轻巧喊 想什么呢 见轻巧注意力 集中在他身上后 说 谢谢你让我认识了 两位美女姐姐 小女子毕业于沃泰华大学营养学系 为投身健康中国的时代大潮回国创业 还望在座的哥哥姐姐们帮助和扶植 我先干为敬 说着一仰博 酒杯见底 罗小丽已经完全解除了戒备 她和雨雪飞性格相投 交往了没几个回合 就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她也真满一杯啤酒 一口气喝干 你这个妹妹我认了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来找姐姐 目镜看一眼轻巧 真满一杯茶 微微一笑 我开车了 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 雪飞妹妹回国创业 志向远大 能够为祖国的大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我们理应支持 雨雪飞双手鼓掌 目镜姐 就等你这句话了 市场调研我已经做完了 企划也正在进行中 关键是要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相契合 有亮点 有心意 好了 以后我就甩开青桥和你单线联系了 青桥不解 人说过河拆桥 你还没过河那就要拆桥 什么事要绕过我 雨雪飞俏皮的冲青桥眨眨眼 跟你说过恩便了 保密 二慈善酒会风波 以低于银行利息放贷 史仪兵真是钱多少的吗 无敌的面子也推大了吧 就在青桥无限制衣史仪兵动机时 康泰集团又做出了一件令青桥诧异的事 小米勒告诉他 康泰集团向他发出邀请 说要举行一个慈善酒会 但是引发的勤俭带人脸识别 明确毒死了青桥参会的任何一种可能性 这是论证会后史仪兵打出的又一张牌 这之前 街新公园曾发生过一起车祸 一个穿黄制服 戴红头盔的外卖小哥 想横穿公园 他驾着摩托车从花坛旁的小路 斜着杀出 车速极快 为躲避前方的婴儿车 车头猛一拐 竟向路旁的柳若兰冲了过来 小霞已来不及将轮椅推开 他一声惊叫 一跃身扑到了柳若兰身上 死死互助 就在摩托车马上要撞到小霞身上的瞬间 外卖小哥一个急刹车 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人们一片惊呼 外卖小哥幸亏防护起背 虽然摔到了几米开外的马路牙子上 并无大碍 他摘下头盔 呲牙咧嘴站起来 活动活动身子 惊恐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小霞被失去控制的摩托车车把都倒在地 脸上有几处刮伤 柳若兰则安然无恙 摩托车上的一箱外卖已被摔得稀烂 鱼 豆腐 茄子 米饭和一只烧鸡撒了一地 人们跑过来扶起小霞 外卖小哥站在那里又紧张又忐忑 大家在责备他的鲁莽时 无不称赞小霞的敏捷 勇敢和担当 这一起惊悚事件暗流涌动 特路至于此已被查考 星巴克咖啡店 靠窗的一张桌子前 青桥和小米勒相对而坐 音响里播放着备合的专辑 他的声音极富感染力 像一只深情的洞硝 演绎着命远的无常 其实 星巴克的逼格之道不是咖啡 而是音乐 某一个清晨或者黄昏 坐在充溢着咖啡香气的星巴克殿堂里 听一曲具有灵魂撞击力的绝世乐 真让人有时空穿越之感 小米勒喝了一口咖啡 用调侃的语调说 青桥 我知道你对康泰的一切都感兴趣 因为他们的经营理念完全有备于你的价值观 作为一名医生 你以一己之力与一家庞大的集团作战 这让我对你充满了敬意 不过这次我实在没有能力把你带入酒会了 即便你化妆成一个服务生 青桥望向窗外 我所做的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不希望生活藏屋那够 他收回目光 这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战争 一切有良知的人都会失以援手 小米勒俏皮地问 你为什么盯着我 青桥一字一顿说 也包括你 小米勒 维斯林对中医药的热情令我感动 我希望你们祭拜的是一尊真佛 而不是一句泥塑 明白吗 小米勒一摊双手 小了 我能帮你什么 青桥盯住小米勒 还有七天就是维斯林与康泰签约的最后日期 单方面拒签 要支付一千万美元的赔偿金 这似乎不是什么商业秘密了吧 小米勒哼了一声 眨眨眼 那又能怎么样呢 青桥放下勺子 双肘支在桌面上紧盯着小米勒 据我所知 出于对康泰商业信誉的考量 你似乎没有签约意向 但对于一千万美元的巨额罚金 你却悠哉悠哉 并不着急 那么你只有两个选项 或者是钱太多了 你不在乎这笔赔成金 这似乎和攒一个饭局 还想AI制的小米勒不太吻合 另一个选项就是 你已经掌握了康泰集团的违法证据 小米勒瞪大双眼 目光中有惊讶 但更多的是赞叹 青桥 你确实很厉害 中国有一个成语形容你很合适 叫 目光如炬 青桥微微一笑 除了吹捧 你应该向我提供一两即使锤 No No 小米勒连连摇头 青桥 你的要求怎么像备合的演唱一样 让我有些伤感 我了解到的情况 至于我和康泰集团的商业谈判 我没有义务为康泰集团的欺诈行为提供案例 这是世界通行的商业规则 少扯淡 青桥生气了 目光如见出窍 直直小米勒 我没有听错吧 音响里播放的应该是备合的坦白之心 听着 如果你想与康泰同流合污 我警告过你 如果你想助纣为孽 也别拿什么商业规则当遮羞布 现在是信息时代 意求早已成为一个村落 公平 正义 诚信 善良 这些基本的价值观 应该已经跨越了种族 宗教和你所谓的什么商业规则吧 小米勒笑了 说 青桥 你愤怒了 你愤怒的样子很有趣 我喜欢 青桥看了一眼神色诡异的小米勒 知道他是在寻开心 就向小米勒挥了一下拳头 你是不是还想像上次一样 再为我胖揍一顿 小米勒拿起咖啡和青桥碰杯 领教了 有机会愿意和你切磋 不过 我同意向你提供一些证据 不是因为你的威胁 而是因为我们事 小米勒歪着头想了一下措辞 蹦出两个字 试骄 试骄 青桥疑惑地看了一眼小米勒 你懂什么叫试骄吗 当然 你们青家和我们为斯林家族的交往 可以追溯到六十多年以前 不过 这个话题我现在不想展开 因为谈及这样一个重要而颇具传奇色彩的话题 必须要有一定的仪式感 我准备近期去拜访你的奶奶柳若兰女士 在为她献上美好的祝福时 揭晓这个谜底 慈善酒会 在康泰集团总部大楼旋转餐厅举行 这是一个可以同事容纳上百人就餐的西式餐厅 一水的落地玻璃窗 在夜幕降临的时刻 可以看见窗外深邃无垠的夜景 地上的滑灯与车灯会成一条条灿烂的光合 与天上的星月交相辉映 让人有一种置身天国 恍若隔世的感觉 酒吧台上摆着各种高档红酒 啤酒 以及各种罐装饮料 身着紫红色旗袍的服务员 正将一盘盘精美的菜肴 西点 水果摆在餐台上 来宾们三五成群 或手持酒杯互相寒暄 或坐在桌旁轻声滴雨 身穿白色晚礼服的盐婷婷走到大厅前方半圆形的地台上 拿起话筒宣布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晚上好 康泰集团慈善酒会现在正式开始 首先 请集团董事局主席史一斌先生之欢迎慈 史一斌接过话筒 神采飞扬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本来这个就会应该在三个月以前举办 那时候我们集团下属的自然医学治疗中心 收治了10名已经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的患者 中心的特效医术和名医将赋予他们新的生命 这无疑是推动自然医学领域发展的一件大事 是康泰集团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的深入探索 当时为什么迷而不宣呢 因为这既是对现代医学的一次巨大挑战 也是对康泰集团科技实力的全面检验 我们不愿意在还没有做出成绩的时候 就大张旗鼓地宣传 今天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 经过三个月的医疗实践 已经取得了教人成绩 收治的绝症患者都有了不同程度好转 过一会儿 有患者将现身说法 证明康泰集团保健产品的神奇魅力 下面大家可以就关心的问题向我提问 然后一边观看介绍公司的VCR 一边分享这几位绝症病人获得救治后的喜悦心情 有记者举手 请问施总 您刚才提到的特效医术指的是什么 史宜宾回答 是在我们公司花去自收购的民间秘方 验方基础上 针对绝症患者的不同情况研制的特殊保健品 特效医术即体现了康泰集团独特的诊疗技术 也彰显了民间医术和中医药的博大与精深 又有记者发问 听说贵公司收购的民间秘方 验方价格不菲 为了造福人类 推动大众健康 我们公司在收购民间秘方 验方是向来不令重心 借此机会 我可以透露一个信息 最贵的一个秘方 是治疗一线癌的 我们出资了三千万 大厅里一片哗然 人们面面相去 惊叉不已 小米勒看了一眼罗小丽 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罗小丽掩饰不住内心的轻蔑 瞟了一眼眉飞色舞的使忆兵 对小米勒低声道 说给你听了 有记者问 听说贵公司收质的 实名绝症患者 都是免费治疗 像无意中踩到了狗尾巴 十一兵的情绪顿时亢奋起来 他一直身后大屏幕 上面正不放着公司各种VCR 屏幕上方还滚动着 一行红色凯体大字 康泰集团2017慈善酒会 十一兵说 各位朋友注意到了 今天晚上举办的是慈善酒会 自然医学治疗中心 收质的实名绝症患者 完全免费 食宿 检查 治疗 分文不取 这是我们众多善举中的一项 随着集团的发展壮大 我们还将对慈善事业给予更多投入 台下发出一针热烈的掌声 十一兵拱手作医 把话筒递给严婷婷 下面是两个病人现身说法 一个是晚期肝硬化患者 一个是风湿病患者 各自讲述了入住自然医学治疗中心之后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下 病情大有好转的过程 一致衷心感谢康泰集团的人间大爱 幸福搀扶女儿出场 这一老一小把会场气氛推向高潮 幸福接过严婷婷帝国的话筒 像是握着一颗手榴弹 胳膊有些颤抖 我的女儿幸儿是一名异校学生 从小喜欢芭蕾舞 前几个月孩子却诊得了肩动症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病 她被医学界列为世界五大绝症之一 死亡率和医治难度高于一般癌症 去年秋天 我们有幸成为实名幸运患者之一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我姑娘的病已经有了很大缓解 在这里我要感谢石总 感谢康泰集团 上午 康泰集团来人让幸福到慈善酒会现身说法 幸福本不愿意来 因为幸儿的病非但没有好转 还有恶化的趋势 可是他又不能不来 一是欠了几十万秘方药的费用 小辫子攥在人家手里 再有就是心存侥幸 寄希望于以后女儿会出现奇迹 人们纷纷上前给这对妇女拍照 有记者拿出录音笔要进行现场采访 剑洞症 花季少女 芭蕾舞 一动不动 这一切的落差实在太大了 使一兵看了一眼身旁的小米勒 目光中有掩饰不住的得意 而小米勒却神态平和 正在低头品尝盘中美食 这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大屏幕上出现了青桥的影像 他坐在沙发上 背后是一株绿螺 对着现场侃侃而谈 各位朋友 我叫青桥 是燕北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 今天的慈善酒会 所以在康泰集团总部举行 并且增加了人脸识别程序 就是怕我倒会 因为他们假中医药名义 都受伪劣保健品 危害大众健康 有见不得人的内幕 使一兵傻了 他看着大屏幕里的青桥 惊恶地大叫 停 停 快停 三水是你奶奶 今天是周六 没等那辆红色跑车 发出刺耳的轰鸣 青桥就起床了 根据个体不同情况 他已经给社区几十位 有阿骗了药物依赖的患者 服用了一号 二号中药组房 取得了一些重要数据 他想对配方做些改变 小霞早晨起床 轻轻推开青桥扮演的房门 见他正专心致志地翻阅着 纸业已经泛黄的古籍 一书 桌上分成若干小堆而摆了 十几种药材 由于太过专注 青桥竟没有发现 小霞端着一杯热水 站在身后 青桥一侧头 看到小霞忙问了一句 起这么早 吵到你了吧 小霞递过水杯 青桥哥 你年轻也不要太拼 先喝杯水 我去做早餐 小霞救了柳若兰 青桥本来执意 要发一笔奖金作为酬谢 可是他坚决不收 你要是真想感谢我 就让我帮你多干些活吧 我的工资比一般保姆高 钱多活少 我心里不踏实 青桥听了很感动 以前自己的房间 不让小霞打扫 后来也就随他去了 他发现小霞干活很有章法 不但把他的衣服 洗得干干净净 摆放得整整齐齐 连他案头的一些 专业书籍和资料 也会按顺序 和类别整理的井然有序 青桥随手写下的一些草稿纸 小霞也从来不随便丢弃 而是叠好了放在他的案头 然后用茶杯压上 小霞还特别有情趣 秋天时 他在一个好看的空酒瓶中放进水 插上了几只秋菊 冬至那天又买了几头水仙 泡在盘子里 盘底摆放了一层各种颜色的羽花石 白的 红的 黄的 绿的 在水的浸润下像一颗颗马脑 晶莹剔透 现在水仙已经拱出了鲜嫩的绿芽 高得有一只 矮的也有半寸 生机勃勃 小霞转身要走 青桥哀一声叫住他 说上午麻烦你帮我熬一剂汤药 这次我加大了两味药的剂量 喝了以后 我会在这个小本上随时记录下我的感受 万一身体不知 你要帮我接着记录 那次公园历险后 青桥已经在内心把小霞当成了家人 前两天在医院 罗凡突然找到青桥 让他提供居民保健的相关数据 说卫健委和民政局马上要来院里听取汇报 这些数据都保存在家里的电脑中 青桥毫无顾忌地打电话给小霞 告诉了他电脑密码 让他找出相关资料发到了罗凡的邮箱里 查找这些资料时 小霞发现了青桥正在研制的中药组方相关数据 而且青桥再没有改还电脑密码 这是一份多么沉重的信任 小霞对青桥心存感激 所以听他这样一说 马上脱口道 什么叫身体不知 青桥哥 你别吓我呀 青桥乐了 没事 我心里有数 用不着紧张 吃过早饭 小霞收拾完餐桌 准备先推奶奶去溜湾 回来再帮青桥煎药 忽然 门链响了 打开门 小米勒捧着一束鲜花 笑容灿烂地站在门口 他的身后是罗小丽 青桥看到这两个人 不由一愣 哎 你们怎么来了 昨天慈善酒会以后 小米勒就给青桥发来了一个视频 是青桥讲话的录像和慈善酒会杂乱的场景 视频中使一兵跑到地台上 冲大家连连摆手 喊道 怎么还放 赶快停下 视频下面是小米勒的一段语音 青 你真是一位无所不能的蜘蛛侠 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青桥回了他一条微信 正义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 青桥拿到小米勒的优盘后 知晓了两个重要骗局 他很愤怒 终于要是国之瑰宝 几千年的行医实践 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 就是被这帮中医骗子泼了污水 在声誉上受到影响 弘扬中医文化 就要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 青桥找到罗小丽 让他看了小米勒的优盘 罗小丽也怒不可遏 说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青桥呼出一口长气 愤愤地说 这次慈善酒会我是进不去了 你肯定在受邀之列 很简单 你录制一个我的发言 他们现场肯定要播放公司的宣传短片 你把我的发言交给工作人员 就说事实总让插播的 十一兵追求你 这在他们公司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估计不会遇阻 说着把小米勒的优盘递给罗小丽 这个优盘你背着 有可能用不上 不过 作为举报证据我们先保留 酒会上 罗小丽一击而行 就有了青桥在视频上揭露片数的一幕 小米勒见青桥一脸惊诧 就说我今天不找你 我来看我的奶奶 青桥更惊诧了 你奶奶 谁是你奶奶 刘 若 来呀 小米勒提高音调说完这三个字 便私下打量 忽然看到书房的桌子上 电脑开着 一旁还摆着几堆中药材 疑惑地问 青桥 你这是在做什么 好像是在搞研究 罗小丽插研 听说 你在研究一个对抗阿骗了药物依赖的中药组方 青桥警觉地反问 你听谁说的 罗小丽昂起头 故作神秘地说 这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反正我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 你说是不是吧 小米勒很惊讶 阿骗了药物依赖是世界医疗难题 你在研究这个 青桥盲眼是说 别听他的 八字还没一撇呢 这时 小霞推着柳若兰从房间里出来 小米勒看见了 迎上几步 半跪在老人面前地上鲜花 奶奶 您好 我来看您了 听这个蓝眼睛的小歪果人 一口一个奶奶 叫得轻热无比 柳若兰很惊畅 孩子 你是谁啊 我是谁 小米勒起身 推着柳若兰来到客厅 奶奶 我给您放一段录像 您就知道我是谁了 众人跟到客厅 不用说青桥 就联络小丽也猜不出 小米勒玩的是什么把戏 早晨他接到小米勒电话 只说要向他提供一个重要的采访线索 上了他的奔驰 不由分说开到青桥家楼下 下车时还神秘的说 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进入到计时 小米勒已经把U盘插好 以按播放键 60寸超薄彩色电视屏幕上 出现了老米勒的影像 满头银发的老米勒对着摄像头 一脸虔诚和肃穆 因为激动 他的嘴唇微微有些颤抖 两道雪白的眉峰也上下跳动 小柳翻译 我心中的东方女神 在冰天雪地的朝鲜分手 我们已经有近70年没有见面了 一个多甲子啊 沧海桑田 试试变迁 你还好吗 你还记得那个被你就知的青涩 爱哭 动不动就吵着要回家过圣诞节的加拿大战俘 17岁的列宁米勒吗 我几次寻访你 因为读音错误 今天才如愿以偿 老米勒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 柳若兰的目光是茫然的 接着就是惊诧 那是记忆之门被人突然撬开时的本能反应 渐渐的 他的目光由惊诧变得激动 由激动变得深情 到后来便勤满了泪水 被岁月尘封了六十多年的一桩人生传奇 渐渐凸显 惊心动魄 四杀心再起 青子祥终于等到了使一兵的消息 自从在谈这四得到青衣和尚的四句寄语 青子祥就盼着早点见到这位财神 可是陈维打了两个电话 无敌都说少安无躁 等时总抽出时间 青子祥这个急啊 简直是妙里长草 慌了神 能不急吗 新闻发布会开了 影响造出去了 如果后续资金跟不上 霞光宫殿再次停摆 即使旅工投不动刀子 他自己也得找一棵歪薄掉死 正在青子祥摆找挠心的时候 陈维告诉他无敌来了电话 今晚六点 使一兵在十号会所的听语格洗杯以后 这实在让青子祥大喜过望 高兴之余也有一丝尴尬 这年头 哪有放贷的摆席 借钱的吃酒这种道理 但是无敌说 十号会所是使一兵的地盘 只管带着嘴去吃旧事 并且一再嘱咐 施总邀柳旭同网 他刚知道你们的关系 说正好 还欠着柳社长一次饭局 索性就借机还了 青子祥感激莫名 让陈维到同仁堂买了两盒上好的东虫下草 准备作为礼物送给使一兵 青子祥犹豫是不是打电话给柳旭 这些天夫妻正在冷战 原因非常奇葩 先是柳旭怀疑丈夫与何连连就情未了 依据是 为什么在霞光宫殿的新闻发布会上 两人刻意保持距离 不是心中有鬼 完全可以坦然面对 青子祥有苦说不出 说他与何连连就情无存那是瞎话 但因为柳旭的强势 青子祥一直指胡于礼 那次新闻发布会 完全暴露在太太的有效射程之内 当然更须谨言慎行 不想 反被妻子拿来说是 真是豆腐掉进梅堆里 吹也吹不得 打也打不得 后来呢 还是柳旭露出破绽 给了青子祥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什么破绽 这两天柳旭的电话骤然增多 有时甚至深更半夜还有人打来 接电话时柳旭鬼鬼祟祟 似乎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昨天晚上 柳旭又偷着到卫生间去接电话 青子祥趴在门口 听柳旭正低声对着电话吼 我要找什么样的 我要找刘德华 周润发 你配吗 听到青子祥一头雾水 回到客厅 青子祥问谁的电话 柳旭只说了一句骚扰电话就不再解释 让青子祥很是一斗丛生 他不想叫柳旭 但史义宾发出邀约 只好硬着头皮打通妻子的电话 柳旭知道这顿饭的重要性 况且 他对丈夫只是推测 丈夫抓住他的确实实锤 这一阵子接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电话 让他凡不胜凡 可纵然浑身是嘴 也确实说不清楚 多少有点愧对青子祥 略以犹豫便答应了 他也想趁这个机会 弥合一下与丈夫的关系 差十分六点 夫妻俩走进厅语阁 史义宾已经先到了 他急切地要设这个饭局 是被心里的一股火拱着 前天的慈善就会本来顺风顺水 没想到临近结束出了那么大纰漏 当他从播放VCR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青桥那个录像的提供者是罗小利时 就明白自己被这个美女算计了 他的颂扬带给史义宾的快乐 如同夜空迷幻的李华 刚一绽放就凋零了 事实上 他和青桥早就进入同一战壕 一个机枪手 一个弹药手 配合默契 枪口始终没有偏离过他的面门 对签约的前景 他感到了黯淡 开始 他认为 小米勒面对一千万的巨额罚金不慌不忙 是体现了签约诚意 毕竟补肾宝 异常宝 护盐宝 微难宝等产品 只需要维斯林公司认可是共同开发 就可以得到不菲的商业回报 现在他不那么看了 他觉得与维斯林签约的可能性 如同月亮潜入云层 看不见光亮了 小米勒所以到现在还是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 说明他手中掌握了可以制约康泰集团追讨违约金的利器 否则 清巧怎么敢在录像中公开叫号 十一兵 如果康泰真的如你所说是诚信经营 没有欺诈 那么 你敢播放我手中的短片吗 他估计 那个短片八成和小米勒有关 清子祥急切地约了这个饭局 是想找一个宣泄的出口 宣泄仇恨 宣泄愤怒 宣泄机遇在心中的忧怨与失落 特别是当他从吴迪口中得知了清巧与清子祥 清连山的关系 得知了罗小丽竟是清巧的铁粉后 这种宣泄的欲望就更强烈了 这一段时间以来 他的挫折与不幸都来自清巧 行 让你先逼色几天 你不过是一条鱼 即便现在能够呼吸自如 也不过是在我撒下的网里 十一兵既然主动送上门 那么就先拿他来寄刀 最早吴迪说清子祥想借钱 他没有贸然答应 商人的敏感让他意识到或许有机可乘 在对霞光宫殿的地理位置和资金状况 进行了详细考察后 他捕捉到了一闪即逝的商机 他像一只在天空密实的秃鹫 盯准了羽一下以筋疲力尽的肥羊 准备扑上去狠狠啄上一口 后来对方没了阴线 使一兵还很失落 现在走投无路的清子祥要吃回头草 顿时让他的杀心再起 清家欠下的账 由清家的人来偿还天经地义 清子祥已经山穷水尽 卷入激流的逆水者之伤往往清零 况且他还下了两个诱饵 吴迪的面子和补充了条款 他和吴迪的关系尽人皆知 补充条款又故意露出破绽 不担心清子祥不上钩 严廷廷路上问 石总 这种民间借贷 年息20%都正常 咱们为什么只要五个点 比银行贷款还低呢 多几个点能多赚几个钱 是吴迪开口求我 我们可是多少年的交情 严廷廷看着石一兵 觉得今天的老板有点陌生 他的笑虽然像以往一样有所节制 但却掩饰不住隐隐的杀鸡 又问了一句 创容置业说借款最多一年 我看你填写的是13个月 这是为什么 车已经到了会所 石一兵含笑未打 见到清子祥夫妇走进包房 石一兵拱手道 清走 柳社 幸会 幸会 清子祥忙迎上几步 握住石一兵的手连连晃动 石总啊 上次家富病危 我留下钱让和局长帮我付账 可是石总执意不肯 我做东 让你破费 真是不好意思 那次匆匆一面 石总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好爽 大度 有格局 有魄力 我和柳旭在家常常提起你 使一兵谦虚的摆摆手 清总谬赞 惭愧 又上前和柳旭握手 说上次柳社区尊本集团 因为准备不周没留柳社进餐 这个是我一直想着 今天这顿饭 一是表达对清总的敬意 二是对柳社的赔礼 你们夫妻双双驾临 石某荣幸之志 柳旭矜持地笑了笑 一倩身说 是我们夫妻一再叨饶石总 却总让石总破费 实在惭愧 说着 将手中的两河东虫下草地给石一兵 这是西藏那去的特技虫草 一点心意 情识总收下 石一兵接过礼和看了一眼 笑道 二十几年前我用虫草盾计 一斤虫草不过万把元 现在这种品相的虫草该上百万一斤了吧 他把礼和递给身旁的盐婷婷 说人都齐了 各位就坐吧 石一兵和清子祥相互谦让了一下 石一兵做了主位 清子祥 柳旭分别坐在他两边 严婷婷和吴迪挨着柳旭 陈伟坐在了圆桌下手 菜已经事先点好了 六冷八热 服务员按程序开始走菜 四位男士的面前摆着分酒杯 服务员逐一往分酒杯里针酒 十五年的茅台酒夜略显成黄 香气扑鼻 严婷婷起身为柳旭面前的杯中 蒸满了苏打水 也给自己的杯子里蒸了半杯 石一兵举起酒杯 提议道 今天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让我们大家举杯 为康泰集团与创容置业的友谊干杯 众人干了第一杯酒 陈伟趁即发挥道 我注意到刚才石总的注酒词是为友谊 而不是为合作干杯 确实 如果是合作并不对等 因为康泰集团利息低于银行的同期贷款 这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商界 称得上是空股足音 特别是在我和严副总的工作沟通中 对于借款数额和还款日期 石总又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和便利 令人感慨他确实闪耀着友谊的光芒 我代表霞光宫殿项目竟是总一杯 石一斌举其酒杯 也不纯粹是友谊 吴迪开口了 我焉能不从 吴迪很知趣地起身道谢 不胜荣幸 石总给了我一个天大的面子 石一斌又对身旁的青子强说 青总啊 听吴迪说 前一段贵公司资金链断裂 员工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 吴迪许以高兴挖这位小兄弟到维斯林驻京办 他坚持不救 危难时刻见人心呀 有这样的员工 既是你青总的福分 也体现了创容置业的向心力 具有这种企业文化的公司 怎么可能被一些小小的挫折打倒 我把钱借给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好 这位小兄弟的敬酒我喝了 青子强才知道有这么一段话续 心里有些小感动 他举起酒杯像是一斌是一 好 这杯酒我赞助 酒之半憨 严婷婷起身拿出两份合同 第一份给青子强 说青总急着用钱 这份合同是我和陈伟先生共同商议起草的 师总已经看过了 青总再看一下 如果没意见 现在就可以签署了 青子强看了一遍 就是陈伟让他看过的那份合同 没有一字变更 忙掏出签字笔 说 真是及时雨啊 谢谢师总 真的太谢谢师总了 没问题 我签了 十一兵也掏出笔 韩笑签上次 结果青子强的那一份也签了名 严婷婷为两人斟满酒 为了庆祝合同正式签署 两位老大干一杯 十一兵举起酒杯说 大家一起吧 众人起立 纷纷干了杯中酒 柳絮举起高脚杯 透过杯中的苏打水 看到十一兵的脸是变形的 随着酒杯的移动 那张脸忽而拉长 像是一具马面 忽而变宽 如一只猙獰的螃蟹 他的心头涌上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昨天青桥打来电话 让他阻止向十一兵借款 说二叔现在鬼迷心窍 根本听不进他的话 柳絮还奚落青桥管得太宽 也许 青桥并非杞人忧天 五鱼养肥了好收网 罗帆最近有点烦 前两天女儿罗小丽 从慈善酒会回来 绘声绘色地描述了 他和青桥联手 当众揭露十一兵的情景后 罗帆就知道 青桥摊上市了 以他对十一兵的了解 肯定不会容忍青桥 三番五次对着干 现在虽然是法治社会 但以十一兵强大的背景和财力 找一个杀手做掉 青桥并不是天方夜谭 当年承包妇产医院时 他就轻而易举地 用钱摆平了一桩惊天大案 一位高龄产妇 上手术台以后难产 主导医生不赶快实施抢救 而是成人之危 坐地起架 将手术费提高了三倍 本后在手术室外的家属 自然不乐意 双方争执之间 手术竟停了 眼瞅着产妇 因为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 一失两命 孕妇家属悲愤交加 将医院的承包者 史一兵告上法庭 经调查 取证 开庭 辩论 几个月后 法庭竟宣判史一兵无罪 只是作为一期 普通的医疗事故 赔了点钱 苦主胡天天不应 喊弟弟不灵 只能忍痛接受了现实 史一兵是趁着三分九亿 在酒桌上和罗凡说的这件事 与其说是炫耀 不如说是震慑 让罗凡死心他弟听命于自己 那天女儿讲完后 罗凡半场没有说话 他知道 青桥所以到目前为止 还全虚全伪地活着 没有被溺水 被跳楼 被车祸 是因为史一兵想要的东西 还没有到手 史一兵不傻 他应该明白 在小米勒眼皮子底下连出披露 与维斯林公司签约的 十八成要泡汤 作为一家世界知名保健品企业 维斯林的目标是打开中国市场 获取利润最大化 不会因为眼前的利益 和中国一家商业 信誉烂点的公司合作 为了留下合作空间 史一兵会更关注青桥 正在研制的重要组方 一旦拿到了 既可以为公司重整旗鼓 提供科技支撑 也可以作为重要筹码 用于未来和维斯林公司的商业谈判 罗凡真的有点恨自己了 干嘛要把这么重要的信息 透露给史一兵 并且纵容他收编青桥呢 直接的起因是为了阻止史一兵 对青桥下手 潜意识中也有小九九 他每年拿史一兵500万顾问费 还占有康泰集团6%的干股 自然要尽心竭力 况且 康泰的许多重要经营决策 他都是参与者 甚至是策划者 虫草口福业就是他的创意 他已经上了史一兵的船 无论愿意或者不愿意 只能尽力滑奖 因为船一旦翻了 他即便因不死 也会被灌一肚子水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就在罗凡胡思乱想的当口 史一兵打来了电话 罗院长 小日子过得蛮舒心吧 史一兵的话明显带有不满 也难怪 产品论证会 慈善酒会 罗凡作为公司的高级健康顾问 李莹出席 可是都被他找借口推了 史一兵当时没有太在意 反正主角不是他 去不去两可 乱子出了之后 史一兵来起了 罗凡有先见之明吗 为什么水魂的地方他都不汤 哪里 哪里 不是到年底了吗 这一段医院的工作千头万续 哪一项工作都要我这个当院长的牵头 分身无数啊 怎么 史总有事找我 史一兵有点不耐烦 他不知道罗凡已经知道了两次会上发生的事 所以压着火气说 今天晚上我请你征丧拿 六点 老地方见 正是晚餐时间 跑温泉的人不多 枸杞吃力只有史一兵和罗凡两人 史一兵问 论证会和慈善酒会都被青桥给缴了 这情况你知道了吧 罗凡答 我也是下午给严副总打了电话才知道 青桥太不叫人省心了 史一兵问 你是能掐会算吗 两个会你都躲了个清静 罗凡略显尴尬的摆摆手 史总说笑了 不过幸亏我因为忙没去 要是去了见到青桥 还真是被动 罗凡的话一半真一半假 假的是 凭直觉 他预感到 青桥很有可能在康泰的会上有所动作 自从虫草口服业事件发生后 青桥已经盯上了康泰 既然盯上了他就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罗凡是有意回避 真的是 一旦和青桥在这两个会上相遇 确实会给他造成很大被动 对于康泰也绝不是什么好事 史一兵明白其中的厉害 没有深究 他转移了一个话题 你知道吗 小米勒去了青桥家 认了青桥的奶奶 还看到他正在研制重要祖方 这让罗凡很是意外 小米勒和柳若兰本来是两条并行的铁轨 他们怎么可能发生交集 史一兵告诉罗凡 小米勒不但认了柳若兰做奶奶 还扯出一段让人匪夷所思的传奇 他把柳若兰与老米勒在朝鲜战场的故事 大提讲了一遍 横一声道 以前是小米勒和青桥走得比较近 现在又扯出了柳若兰和老米勒 他们成了世交 罗凡故作轻松地说 听说柳若兰因为这个事 文革中还挨过批斗 只是没有想到是老米勒 他们是交不是交的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 你也知道 阿骗了药物依赖在西方 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据说小米勒一听青桥正在研究中药祖方 俩眼嗖嗖冒光 以他们祖孙两代的关系 维斯林对青桥的研究成果结族仙灯 也完全顺理成章 罗凡听了心念一动 觉得史一兵的担心不无道理 但是他没有顺着史一兵的画风去说 而是装作不经意的摇摇头 那不可能青桥是个民族主义者 他不可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 卖给一家外国公司 史一兵捞起一枚枸杞 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碾碎 凝视着血一样的枝叶 悠悠地说 不可不妨 我请你来就是两件事 一是利用你的便利条件 及时掌握青桥的研究进度 一旦八九不离十了 赶快下手 同时你准备一种药 可以致人彻底失智 当然 要逐渐起笑的那种 免得露出马脚 罗帆文言一惊 一下挺直了身子 你要干什么 史一兵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罗帆 罗院长 你激动什么 罗帆自觉失态 忙把头重新靠在池边 舒展着身躯说 我激动了吗 我是听你要的这种要有点吓人 史一兵语气有些鄙夷 罗院长 你是体制内的党员干部 你应该知道马克思有一句名言 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渗透着鲜血与污垢 商场犹如战场 要想取胜 就不可以有富人之人 罗帆点点头 心中却一阵发凉 他知道史一兵终于要对青桥下手了 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要想法阻止 但是他不能明说 因为明说的结果很可能是于愿为 为了掩饰心中的不安 他装作不经意地问 还有一件事呢 后天是和韦斯林公司签约的最后期限 我已经在集团总部安排好了 成功与否在此一举 我怕局面失控 见识你务必要来 我 罗帆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声 对 史一兵的语气不由分说 这个合作是你策划的 具体的项目也是你确定的 这次你不来怎么行 罗院长 请你放心 除了两家公司的核心人员 外人一律不准到会 我只介绍你是公司的健康顾问 小米勒他们不认识你 不会有什么问题 史一兵既然这么定了 罗帆自然无话可说 好 我准时到会 罗帆的手机在池边的寓意中响起来 罗帆站起身 抖抖身上的水 万要掏出手机按下接听见 为了两声 脸色逐渐凝重 又由凝重变得焦虑和紧张 说了一句 好 我知道了 史一兵扬起脸 问 怎么了 罗帆大惊失色 青桥是要中毒了 原来 小米勒和罗小丽走后 青桥要试药 要求小霞按他说的方法煎药 并密切关注他服药后的反应 万一不测 及时记录下他的症状 小霞不愿意 青桥安慰他不用紧张 参照中药经典和行医经验 他基本破译了老方子中那些标识符号的含义 比如 药明旁画了一个方块 意思是 这杯药需放置于药锅四周 不要与中间的药物混在一起 药明下面画了俩横道 药明炮制过程中需至于要过下步 炮制药所用的新材为杨柳木 旁边画的是圆圈 青桥曾百思未得其解 偶然从一本要点中看到 用杨柳木间要以向阳面为佳 才明白圆圈指的是太阳 他汲取了老方子的精华 对剂量功能反复进行了推敲和测试 其中有两位要具有一定毒性 且剂量也有所增加 青桥判断 至多会引发肠胃不适 不该出现呕吐 恶心 甚至晕厥的状况 适合后也未见不良反应 他每半小时分为一个时段 及时记下身体的感受 没想到两小时后双眼发花 神志渐渐昏厥 小侠下坏了 要是他熬的 万一青桥出了事 他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呀 联盟拨打120 把青桥送到印北大学附属医院 那科主任向赶来的罗凡进一步汇报 清大夫送来时呼吸急促 神志模糊 经过检查是药物中毒 以提取他的呕吐物和中药残渣去化验了 结果很快出来 罗凡急忙走进病房 病床上的青桥精神带卷 见到罗凡他点了点头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罗凡一伸手 示意青桥不要说话 他看着床头的监测仪器 问那科主任 没大碍吧 那科主任回答 没有 化验结果出来后对症给药 估计很快就会康复 罗凡松了一口气 称怪地对站在一旁的小霞说 搞什么搞 作为家政服务员 你不称职吗 怎么把主任服务到医院来了 说小霞对青桥不尽心 真是比痘蛾还冤 到青桥家做保姆 他感触颇深 青桥像一只暗室中的蜡烛 为他点燃了一束温暖的光 让他的生命变得亮丽 这几个月 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刘若兰的宠爱 青桥的信任 让他有回家的感觉 现在他已经可以随便出入青桥的书房了 并且可以随时打开青桥的电脑 前几天 整理青桥的房间 他还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就是在每个季度同一天的台历上 写着同一行字 而那行字 似乎冥冥之中和他的命运 发生着某种关联 他当然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巧的事 但还是被好奇心驱使 装作不经意地问青桥 这行字为什么会出现在每个季度的同一天 背后会不会有什么故事 青桥一笑说 能有什么故事 不过是随手记的一些提示 你没有注意吗 我的台历上经常随手记些什么 青桥的解释无懈可击 可是小霞总觉得不够真实 也许青桥说的是真的 也许是在撒谎 可是青桥为什么要撒谎呢 小霞想不出说服自己的理由 一个打工妹 人脉资源有限 他把自己要追查的问题 作为新闻线索提供给了罗小丽 他决定尽快把自己新的发现告诉罗小丽 也许对破解一团会有帮助 内科主任解释说 这个姑娘处理得很妥当 我刚才问了一下 他曾经读过中专 懂得一些基本的医疗保健知识 如果不是他送医疾时 青大夫也许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罗凡听了 歉意地望了一眼小霞 回到办公室 石一斌打来电话 得知青桥并无大碍 他放下心来 乖乖 青桥现阶段就是国宝大熊猫 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这个青桥真是医者人心 为了患者冒险试药 这样的大夫已经不多了 罗凡这样说 潜意识当中是想唤起 石一斌内心的良知 他知道石一斌 不会轻易放过青桥 刚才 在强烈担心青桥的安危时 石一斌特别强调了现阶段 这让罗凡心里很不踏实 石一斌没接罗凡的话头 而是换了一个角度 青桥的研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他冒险试药就说明 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了 这是好事 鱼养肥了才好收网 罗凡的眼皮一跳 不知道怎样回答石一斌 正好检验科主任推门进来 说青主任的化验单出来了 有个别药材为了防腐和卖相 用甲醛喷洒过 罗凡接过化验单看了一眼 狠狠一拳击在桌上 这些黑心药伤 你把这个化验单拿给中药房看一下 让他们以后严格把注进药关 然后堆着听筒说 石总 你应该听到了 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青桥的症状应该缓解了 我去急诊室看一下 有什么情况在电话沟通 好 石一斌应了一声 又叮嘱 别忘了后天上午签约 六 你另请高明 青桥被救护车紧急拉往印北大学附属医院的时候 于雪飞接到了罗小丽打的电话 问她有时间吗 能不能一起喝杯咖啡 上次饭局后 于雪飞和罗小丽已经成了闺蜜 要说与之交往的次数 目镜要多于罗小丽 但是两人有一点例行公事的味道 在目镜面前 于雪飞与生俱来的野性被贴上了封条 不能由这线而生长 理智多于感情 顺从多于争辩 也许 是目镜高冷中的不怒滋味让她有点发怵 和罗小丽的交往就不同了 就性格而言 两个人基本同类 都率真 奔放 都热烈和阳光 只不过 于雪飞的奔放中带着一股野性 像草原上奔驰的猎马 罗小丽的热烈中透着几分冷峻 如同刚刚脆过火的一块好缸 与目镜的交往 基本是工作的需要 和罗小丽的往来 更多的是情感需求 于雪飞从罗小丽的语气中捕捉到一缕忧愁 她的心情也被同样的情绪所营绕 可 要不说是闺蜜呢 就连心情也像排成队的验行 可以通过翅膀的扇动相互传递 于雪飞是因为郑烟心烦 她已经规划好了创业的基本轮廓 但是她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 将来她还要有一个精致的团队 她想到了郑烟 不仅仅是由于陈伟的推荐短短一次见面 她同样感受到了这个女孩的干练与敬业 而这正是创业者所必备的素质 康泰集团金玉其外 败续其中 以郑烟的善良 肯定难以长久地融合其中 她与陈伟的结识足以证明 可是郑烟的同事告诉她 郑主管被总部派到美国去学习了 已经走了好几个月 这让于雪飞有些失落 打电话问陈伟 陈伟也觉得突兀 说郑烟出国这么长时间 本该和她打个招呼 她也挺纳闷 这时接到罗小丽的邀约 郑重下怀 一个小时后 两个闺蜜在星巴克 一人捧着一杯咖啡开始猝息谈心了 于雪飞问罗小丽 是不是特别喜欢青桥 性格豪爽的罗小丽 对这种直接射门的问话方式 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自从情窦初开 都是男士在她的面前俯首称臣 没有一次是她主动 现在让她对于雪飞的问话说是 对以往的高傲无异于柔力 不承认又实在有悲于内心 特别是以于雪飞和青桥的特殊关系 她必须让这个和自己脾气相投的姑娘 成为她爱情竞技场的助攻 于是红着脸 点点头 这不就好办了吗 于雪飞喝了口咖啡 神态轻松的说 以你的颜值 气质 稍加暗示 青桥还不得高兴的不要不要的 瞎说吧你就 罗小丽不无失望 青桥在情感上太木讷 根本不懂女孩 见面的话题 不是大侃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是念到中医要怎么去传承 真是撞鬼了 于雪飞歪头想了想 问 我听说好像有一个西洋小鬼子一直在追求你 青桥可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以她的条件 怎么会在情场上去争风吃醋 罗小丽叹了口气 说其小米勒如何死缠烂打 搞得她不胜其烦 因为这个歪果人还不坏 又是一片真心 她怕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前些时候 小米勒死起白赖约她喝咖啡 罗小丽推辞不掉 索性带了强子一帮人去搅局 想让她就此断了念想 没想到偶遇猥亵门女主 小米勒由于表现强眼 罗小丽还不得不信手诺言 请她吃了一顿老北京炸酱面 只吓坏了 这个歪果人对面马齐全的炸酱面赞不绝口 对搭配的芥末堆 炒红果 驴打滚和豌豆黄也流连忘返 并由此对罗小丽展开了新一轮攻势 弄得姑娘哭笑不得不知道怎样拿捏才好 于雪飞一拍胸仆 这是问我 我是度娘呀 罗小丽不信任地瞟了一眼闺蜜 问你 这不 刚打来电话 叫我下午一定要去他们公司一趟 说有重要的是面谈 什么重要的是 哼 还不是公权私用 姐姐献媚 于雪飞乐了 文字来了一家 多大点个事呀 我在国外遇见的养鬼子多了去了 对付他们我有秘籍 什么秘籍 罗小丽很认真的问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于雪飞一口喝干杯中的咖啡 站起身说 他不是让你下午过去一趟吗 我跟你一块去会会这个夕阳小鬼子 他怎么骚扰你的 我今天就去怎么骚扰他 罗小丽起身背上包 调侃说 这是骚扰 我怎么听着像是以身相许呀 于雪飞回头瞪了一眼 罗小丽 什么以身相许 两肋插刀好不好 两人开车来到维斯林驻北京办事处 一到前台 于雪飞就喊 叫你们老板出来 本小姐要会会他 接待小姐见状 吓了一大跳 他在这个位置已经站了两年 从来没有一位客户一进门就大呼小叫 何况还是一位衣着时尚 相貌娇好的美女 忙上前招呼 小姐 你有预约吗 有 于雪飞说 大众健康报当家花旦造访 让他快点到吕湘营 没等接待小姐说话 一个声音从楼梯上传来 罗小姐来了吗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是小米勒从二楼跑下来 见到罗小丽他笑珠盈开 伸出双手做出拥抱状 突然 背对着他的雨雪飞猛一下扯起大一下摆 一个漂亮转身 做了一个杨子荣打虎上山中的开场亮相 大叫一声 呆 小米勒吓得一击零 罗小丽忙介绍说 这位是加拿大维斯林公司驻北京办事处 首席代表米勒 这位是我的闺蜜 雨雪飞小姐 雨雪飞这才注意到 墙上中英文对照的公司名称 哦 你就是小米勒 小米勒挺一挺胸脯 回对道 正是 你原来就是雨雪飞 雨雪飞瞪了她一眼 什么叫原来就是 本小姐原来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小米勒高兴地解释 我的祖父每次来电话都会问我 有没有一个叫雨雪飞的女孩来公司求职 说一旦你来求职 让我安排一个好的职位给你 你祖父 雨雪飞一头雾水等等 你祖父不是为司令公司的创始人吗 他怎么会知道我 当然知道 就是你在公司门口遇见的那个老园丁呀 他还浇了你一身水呢 小米勒兴奋地伸出双手 要和雨雪飞来一个拥抱 啊 那个老园丁原来是你的爷爷 怪不得说要代替你完成对我的面试呢 雨雪飞向后退了一步 让我捋一下哈 你是老米勒先生的孙子 在受派前往北京任之前约了我面谈 因为得意忘形 放了我的鸽子 对吧 如此说来 我并不欠你一个拥抱 你倒是欠我一个道歉 是我向你道歉 小米勒双手核实 如果你肯去救 本处徐席以待 那就不必了 既然回北京了 我要自己创业 不会再给你打工 小米勒没想到雨雪飞会断然拒绝 她耸耸肩 做出一副遗憾的神态 雨雪飞大大咧咧说 既然是老熟人 咱们说话更不用拐弯抹角 本小姐今天来 就是想和你挑明一件事 以后不要再骚扰罗小丽 她已经名花有主了 名花有主 怎么可能 小米勒做出一副 打死也不相信的表情 雨雪飞拍了一下小米勒的尖头 有什么不可能 中国女孩含蓄 人家不好意思让你死得太难看 你就别灯鼻子上脸了 正在兴头上的小米勒 像泻了气的皮球 顿时沮丧的不行 小姑奶奶 你说的是什么呀 我听不懂 雨雪飞哈哈大笑 小姑奶奶 这个词儿我喜欢 如此可叫 行 以后再想骚扰冲我来 看小姑奶奶怎么调教你 小米勒在下楼前 本来还沉浸在一片喜悦和兴奋中 兴奋当然是有理由的 那天她约了罗小莉去看望柳若兰 现场开通视频 两位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老人 袭击而弃 把记忆展开抚平 原来 有那么多感人的细节 在历史的皱褶里休眠 特别是最后的生死守望 更是另听者动容 连小霞都蹲在柳若兰面前 激动地说 奶奶 您真了不起 从柳若兰家出来 小米勒望着眼圈发红的罗小莉说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卖点的新闻题材吗 罗小莉瞥了她一眼 我首先把她当作一个令人感动的友谊传奇 小米勒双手一摊 不过是视角不同而已 总之 你觉得不需此行就好 罗小莉脸一昂 卖关子吧 你就 又盘算什么鬼点子 不妨直说 哦 no no 小米勒连连摇头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 必须要有庄严的仪式感 你等我电话吧 上午打电话邀约罗小莉见面后 小米勒和吴迪谈了她拓展业务的设想 吴迪说 大陆的保健品公司 一般是依托一个庞大的直销团队 在各个居民小区建立所谓的养生馆 以免费听客 免费领取鸡蛋 食用油 大米的方式 诱惑中老年人走进去洗脑 进行情感贿赂 进而用保健品挖空他们的钱袋 这不符合为司令公司的经营理念 作为外来公司 也很难快速建立庞大的销售网络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 小米勒注意到一个事实 在有近20万居民的燕北街道 唯一一家保健品销售点 也在青桥的建议下被目镜强行关闭了 而燕北社区居民文化层次普遍偏高 很多是高校退休教师和职工 他们的消费理念 对周边社区 乃至整个消费群体都有强大的引领作用 维斯林公司的产品设计和商业理念 和他们的消费需要和价值取向契合 如果维斯林能够进入燕北社区 并站稳脚跟 无疑将极大的推动销售业绩的提升 这个问题他以前和吴迪谈过 吴迪认为很难做到 因为汉博主政时代他就找过目镜 但是被拒绝了 目镜的观点是 保健品直接关系到社区居民的身体健康 必须要有懂行的人把关 对产品质量进行评估和鉴定后 才可以考虑进入 仅凭他们公司单方面拿出的鉴定和介绍 不足以放行 小米勒说 现在不同了 现在我们有了青桥 有了罗小丽 还有了柳若兰和我爷爷感人肺腑的人生传奇 只要尽早把那一段故事写出来 就可以为维斯林公司的业务拓展 提供强大的情感支撑 吴迪认同小米勒的说法 只是觉得罗小丽未必会俯首听命 因为像他这样心高气傲的记者 很顾及自己的羽毛 文章沾染过多的商业气息会被同行诟病 而老米勒和柳若兰 也未必会同意把他们的这一段经历 用于商业性炒作 让小米勒不要太乐观 小米勒却信心满满 就在他和吴迪讨论的正热烈时 听见了楼下的喧哗 他知道是罗小丽嫁到 这让他非常亢奋 小米勒没有想到 罗小丽带来的这个白衣女孩如此厉害 这个典型的中国美女与众不同 美丽中张扬着一股野性 像是刺眉 看上去艳丽 伸手去摸就可能会被他锋利的尖刺扎伤 罗小丽也觉得于雪飞的攻势过于凌厉 他怕小米勒下不来台 忙在一边打起原场 米勒 我的这个闺蜜心之口快 你别介意啊 他低估了小米勒的抗击打能力 对于雪飞的狂轰乱炸 小米勒只有十几秒的尴尬 很快就平和如初了 开始以手为攻 于小姐 我可以把你的话当作小米勒双手朝上 做出一副名思苦想的神态 然后蹦出几个字 一种鼓励吗 于雪飞向小米勒挥了灰白嫩的小拳头 坐 还坐 信不信 我一脚把你踹到北冰阳 让你去陪北极熊跳轮巴 小米勒摆出舞蹈范原地转了两个圈 太好了 这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创意 不过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上等的咖啡 虽然追求罗小姐成了一种罪过 但不妨碍我们洽谈进一步的合作 小米勒领路 三个人来到装潢考究的会议室 吴迪已经在那里等候 见到于雪飞有点诧异 他为众人斟上咖啡 小米勒一指吴迪 这是我们办事处的副代表 米斯特吴 于雪飞一白手 不用介绍了 我们认识 又调侃说 在旧中国这就是二鬼子 也叫买办 现在呢 叫外国商社的中国雇员 正宗的高级白领 吴迪有些尴尬 小米勒忙缓解气氛 她很厉害 她是小姑奶奶 她还要打我呢 在众人一片笑声中 小米勒用手挣了正领结 神态认真的说 罗小姐 我想请你支笔写一篇文章 发表在大众健康报上 我会支付高额的稿费 罗小丽淡淡地说 写稿是我的工作 令付稿酬就不必了 不过 我要听一听是什么文章 我愿不愿意写 小米勒注视着罗小丽 目光中依然有掩饰不住的欣赏 于雪飞瞪着小米勒 叫道 嘿 嘿 看什么看 小心点啊 别看在眼里拔不出来了 小米勒有点无奈 她讨好的冲于雪飞笑了笑 罗小姐肯定愿意写 就是那个感人的世纪传奇 我正式向罗小姐提出邀约 罗小丽点点头 如果当世人同意的话 我可以写 小米勒马上说 那太好了 不过 文章中有一条线索要贯穿始终 就是我爷爷与柳若兰女士的友谊 她看了一下众人 有些故作神秘的强调 必须由此生发出 维斯林公司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以及维斯林公司的商业理念 产品设计和博爱的情怀 作为答谢 我可以在大众健康报连续做十个版的广告 价钱你们定 我不还价 罗小丽不屑地哼了一声 按你的思路 这篇文章完全变味了 成了一次典型的商业操作 这种文章我写不来 你另请高明吧 吴迪看了一眼罗小丽 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小米勒却不气馁 她轻轻敲击了几下桌面 罗小姐 你先不要着急拒绝 你对高昂的稿费不介意 你们报社对高额的广告费 难道也不介意吗 罗小丽有些不悦 她盯着小米勒 一字一顿地说 介意 但是 这和我接受不接受 写这篇文章没有半根辣条的关系 雨雪飞觉得 罗小丽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帅 简直就像一位迎起爆棚的女侠 于是竖起大拇指 厉害了 我低姐 我挺你 这时候 罗小丽的手机响了 她按下接听键 喂了一声 神色突然变得焦虑 什么 什么 她现在有危险吗 大家望着罗小丽 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 七十出反常 青桥因为送一几时 经过救治已无大碍 一罗凡的意思 可以留官两天 青桥不干 只住了一天就回家了 经过认真检查 青桥找出了这次试药失败的两个原因 一是无良药伤为了卖相好看 其中的黄柏曾被甲犬浸泡 最为关键的是 老方子明确提示 有毒瘾者先被晾 后减半复之 如无影不可服用 可惜 这几个字被黑膜遮盖住了 青桥还是查阅药点 才发现了类似提示 这次试药 她的反应比较强烈 先是全身变得麻木 不管是碰到手脚 还是身体其他部位 都少有知觉 后来就慢慢沉睡过去 醒来之后 浑身软弱无力 走起路来有如腾云架雾 两天后才逐渐回归正常 青桥记下了服药后的身体变化 和细微感受 为中药祖方提供了重要参照 如果排除药材污染 这个方子对于阿骗了药物依赖的患者 应该有疗效 他打算在确保药材污污染的情况下 再一次试药 青桥急着出院 是有两件事必须抓紧时间办 睡了一觉起来 他神清气爽 就急匆匆来到二叔办公室 青子祥坐在老板桌后 抬头看见青桥 捧着脸问 你为什么不敲门 青桥见二叔这副神态 知道他心中有气 就一咧嘴 我还用敲门 青子祥和尚文件家 也遇到 你是谁 这里只有创容置业的老板青子祥 他不认识什么青桥 也不想攀高枝儿 这几句话是压着火说的 刚才一见青桥 青子祥就怒火中烧 因为后来他知道霞光宫殿的转型方案 所以被否 青桥起了很大作用 这让他很受伤 青子祥虽然自私 啃老 但是客观地说 从小对青桥疼爱有加 没有单独立护食 有了好吃的他总是和侄子分享 青子妃舍不得给儿子买的玩具 只要青桥说了 他也会慷慨解囊 成家立业后依然对青桥关爱有加 是如己出 叔之俩的关系一向不错 没想到 性命攸关的时候被青侄子背后捅到 青子祥也能不弃 如果不是强压心头的怒火 恨不得冲过去抽他几个嘴巴 青桥在父亲征求一件事明确投了否决票 他是真心担心二叔 听说您和史义丁已经签了借款协议 青子祥不懈地反问 大众健康报发什么文章要向你请示 创容置业有什么经营决策也要向你请示 你以为你是谁啊 青桥心里起急 我是谁 反正我不是摆摊算命的 唠不出您喜欢听的课 不过我还是要说 二叔 史义兵是什么人 您难道不知道吗 他的钱怎么您也敢用 青子祥一拍桌子 笑话 我倒是想让青家帮我渡过难关 只是你奶奶把我骂了一顿 你们父子又背后捅了我一刀 怎么你们还不解恨吗 青桥心里委屈 反问道 青总 史义兵是慈善家吗 他凭什么要以低于银行贷款的利息借你钱 是因为我揭露过重草口服业的骗局 他要感谢你 还是我在康泰论证会和慈善酒会上的发言 他听了高兴 您怎么也不动动脑子 青子祥愣了 重草口服业事件他是清楚的 以为史义兵不会知道他和青桥的关系 就没太大回事 前两天青桥打电话阻止向史义兵借钱 他听了没两句就把电话挂断了 怎么又扯出论证会 慈善酒会来 听青桥大体讲了一下情况 青子祥问 他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吗 吴迪和史义兵走得很近 他和陈伟是中学同学 青桥解释说 您前些时候 要用爷爷的遗产到银行去抵押贷款 公司上层不是也知道吗 我估计咱俩的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青子祥一听 又气又急又无奈 他叫进陈伟问 我和青桥的关系 史义兵知道吗 陈伟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 舒直二人略以沉吟 说应该知道吧 我和吴迪说过 怎么了 青子祥听罢 焦躁地站起身又坐下 宠青桥吼 反正借款合同已经签了 签也到公司账上了 说这些还有批用 再者说 借款数额 利息 还款时间都白纸黑字写在那里 我严格按照合同执行 能出什么问题 青桥并没有理会青子祥的态度 追问 这笔款子可以用多长时间 陈伟在一旁答 13个月呀 有了这段时间 公司的资金周转就盘活了 按期还款应该不成问题 13个月 为什么不是一年呢 陈伟解释 开始定的是一年 后来石总又宽限了一个月 让我们从容点 他也不是学雷锋做好事 这里有无敌很大的面子 合同里还有一条 霞光宫殿建成后 要免费为康泰提供一家专营店 我和青总计算过 算上房租 借款利率早就远远超过银行贷款了 康泰根本就没吃亏 青桥犹豫了一下 问 我可以看一下合同吗 青子祥于怒未消 又不是中药厨方 你看什么 免了吧 青桥苦笑 二叔 我知道您心里还在生我的气 不过 我反对安平寿贤马上投资这个项目 真的是为了您好 正好陈伟也在 咱们不妨有话直说 霞光宫殿的养老项目 除拼错了几个时髦概念 从硬件到软件有什么实在的东西 你们能具体论证一下吗 青子祥看了一眼陈伟 陈伟回答 霞光宫殿是一款复合型养老社区 注重健康管理 医疗配套 以智慧健康 智慧生活 呵护每一位入住者的生活品质 打住 青桥一挥手 神色中流露出明显的不快 陈伟 你是学建筑的 作为一个职业地产项目经理 你张口就是这些空洞的概念 不觉得害臊吗 什么智慧健康 智慧生活 单说硬件 你们提供给安平寿险的楼盘方案 与一般的房地产项目有多大区别 不过是在浴室里铺了防滑砖 在客厅 卧室 卫生间里加了呼吸拉绳 一旦业主需要可以及时通知物业和医疗站 我请问 如果老人摔倒了怎么办 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同于年轻人 一个跟头也许就会造成粉碎性骨折 青子祥说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及时救助 后期由专业人员护理 青桥摇摇头 老人摔倒能不能拉到救命绳暂且不说 即便你们就护及时 伤害已经造成了 中医有智慧病医说 硬件设施中也要尽量防患于未然 比如老年人腿脚不便 可否配置自动床 老人腰肌劳损 可否配置升降做便器 老人容易摔倒 可否加配腰部气垫 是的 这些设施传统房地产项目是不会考虑的 这才为健康养老打开了想象空间 这些不是不可以考虑 健康养老是我们楼盘主打的特色 青桥摇头一笑 二叔就凭你们目前对健康养老的理解 恕我直言 非但彰显不了这个特色 弄不好反而会酿成大祸 青桥觉察到了二叔目光中略过的不屑 并没介意 我看到设计方案中 为了采光 再像阳面要做成落地反光玻璃幕墙 对吧 这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光污染 被减弱的阳光缺少热度 照进室内的光线就会不足 对入住者的情绪产生负面影响 而且有色玻璃也阻挡不了紫外线摄入 时间长了会增加入住者视网磨出问题的概率 这些你们想过没有 其次是风动效应 你们的楼间距比一般楼盘要大 但是数座连排 中间有消防车道 整整齐齐 像是士兵列队 外面四级风 这里就得达到七级 这种设计布局面对老年表须人群 感冒患病率会大量增加 从健康角度是不合理的 青子享有所触动 嘟囔了一句 原来还有这个讲究呀 还有 青桥接着说 为了突出养生特色 你们在中间要圈出一块绿地 一条人工稀取 可是四面高楼 空地没有阳光 人在中间就会无所适从 从中医的角度也是一种不合理的环境结构 对老年入住者的健康伤害会形成累积效应 陈伟问 你的意思是要注重健康细节 青桥看了一眼陈伟 怎么说呢 要注重的健康细节还有很多 比如 一日三餐是老年人最需要动手的事情 厨房的设计就要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楼盘 厨房的台面 要考虑到坐在轮椅上能不能轻松料理 洗碗吃的水龙头最好采用传感器操控的 不用触碰 只要对着传感器挥手就可以控制水流 插座的高度也要考虑老年人的方便性 应该设置为45厘米和90厘米两种高度 坐在轮椅上或是直立都可以轻松构到 灯光的设计往往会被忽略 但是它影响着人们对于居住空间的体验 要做到白天晚上可以自动调节 依据不同的自然光环境照明 清桥停顿了一下 二叔 如果你不反对 我愿意依据中医的五行原理 为你们的方案提供一些参考 比如哪里树立雕塑 哪里彰显色彩 会缓解诸户的抑郁 激发起内心的宁静与喜悦感 总之一句话 好的养老楼盘设计 不是把养老空间设计成整齐画意的护理中心 而是要更加彰显家的舒适 安详 即便是坐了轮椅 也能拥有自己的理想生存状态 陈伟被清桥征服了 他的思维确实开阔 如果说之前只是被征服了三分 现在眼瞅要突破十分了 我明白了 细节设计其实是为完成一种观念的改变 老年人是需要被照顾的人 但老年人也是对生活有所追求的人 清桥伸出大拇指 对观念最重要 观念改变了 好的细节就像水药烧开时的气泡 会不断冒出来 清子祥看了清桥一眼 不无担忧 这样入住费用可能要提高 清桥耐心解释 本来养老需求就是多层次的 既然霞光宫殿打出的旗号是高端养老社区 就要在硬件上明示相符 而且 这样要看怎么算 必要的养老硬件批量定制 批量安装 肯定比单独定制和安装成本要低很多 一旦身体受到伤害请人护理 不但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养老成本也要成倍上升 所以只要服务到位 适当提高一下入住成本是合理的 当然 你们只能获取合理的利润 老年人的魅心钱一分也不能赚 见两人无语 轻巧又说 说到智慧养老 二位 你们了解现在智慧养老的趋势吗 告诉你 小区要实现全方位WiFi覆盖 打开房间配备的智慧移动终端 便可实现一键呼叫控制中心 护士站 中心食堂点餐服务 社区娱乐活动场所 老年大学课程 甚至模拟场景式治疗体验 智慧服务终端同时和子女手机相连 老人随时可与子女进行视频通话 聊天 随身携带的智慧门禁卡 具有GPS定位功能 不但可以充值购物 刷卡开门 吃饭 还有突发情况求救 电子围栏等功能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 一旦走出社区可以立即发现 陈伟真没想到 一个中医大夫 居然有这么超前完善的养老理念 他哪里知道 自从中医科负责印北社区居民保健后 轻巧在养老问题上没少花心思 他不但研究了大量国外的养老模式 也对国内的各种养老模式做了考察 无非居家 社区和机构三种 霞光宫殿属于机构养老 居家和社区养老的一些成功做法 他打算在燕北街道的八个社区借鉴 建青子祥已经不再剑拔弩张 轻巧又恳切地说 二叔 陈伟 如果霞光宫殿所谓的智慧养老 健康养老 连你们都不能自我论证 在房地产遭遇寒流的当下 即便安平受险投资共建 谁能担保验收通过 后继的操作不受到政策性打压 一旦验收不能通过 或出现系统性风险 不光我爸的安平受险 要承担投资失误的责任 二叔作为总经理的创容置业 不也要陷入灭顶之灾吗 我所以立足安平不要马上投资 真心是对二叔你负责 青子祥不得不承认青巧说的有道理 对照霞光宫殿的转型方案 在硬件和软件上确实还有一定差距 其实 青子飞打回他们的论证方案 是希望进一步完善 而青子祥觉得是找茬 故意刁难他 脑子根本就没往怎么完善上去想 正好使一兵伸出橄榄枝 就慌不择路地扑上去了 试出反常必有妖 这个妖会是什么呢 花与雪飞布局 苏泰辣椒是一家泰国风情的餐厅 门口左右各栈一只半人膏的暗红色木像 可供精细 造型普桌 迎面是一幅大型的木雕佛祖 严谨下垂 神态安详 似乎是参禅入定后 在祝福滚滚红尘中的云云众生 餐厅里 吊点和墙壁全是木质结构 造型和挂饰很有抑郁色彩 潺潺流水绕过区境回廊 地灯 吊灯洒下片片光月 使人仿佛置身于云雾飘渺的上天仙界 清幽深邃的室外桃源 青桥走进包房时 小米勒 于雪飞和罗小丽已经在等他 见到青桥推门进来 小米勒站起身走到青桥面前 双手握着他的肩膀晃晃 嗯 还是那个青桥 可以和我大战五百回合的青桥 青桥拨开他的手 小米勒 你这是整的哪一出 在我们中国可是有规矩 谁提议谁买单 你不怕我们今天宰你 从创容置业出来 于雪飞通知他 小米勒已经在苏太辣交定了包间 静等他光临 前天 小霞打电话告诉罗小丽青桥住院了 罗小丽他们本想马上去医院看望 被青桥坚决阻止 答应出院后接受他们的慰问 于雪飞走过去 拉着青桥坐在自己身旁 说 你没事吧 以后再别制造这种惊悚事件了 你吓到我们了 宝宝的小心脏可受不了 青桥自嘲道 我是指胡的吗 你们也太低估我的抗击打能力了 罗小丽望了青桥一眼 目光中除了关切 便是款款柔情 牛吧你就 胃都被洗干净了 今天正好补一补 说着招呼服务员上菜 小米乐为大家沾上啤酒和饮料 举杯提议 来 为青桥的健康干杯 酒过三巡 于雪飞故意捧着脸说 我不太懂酒桌上的规矩哈 我是应该排队笑 还是可以直接笑 青桥看着于雪飞 你又变什么坏呢 于雪飞一扑吃笑出了声 前些天我偶然听到一个段子 非虚构啊 堂堂的清大教授 颜值爆表 医术超群 是无数白富美心中的男神 却趁看病之际 猥亵一个半老徐娘 为此还被派出所叫去训诫了一番 如果不是小丽姐 她抬手又指了一下小米乐 还有这个小歪果人拔刀相助 也许现在还停止反省呢 说完 自顾自大笑起来 众人见于雪飞一个人笑得前眼后合 觉得她笑的样子本身就十分可乐 后来被她的笑所感染 也纷纷大笑起来 于雪飞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断断续续说 这可乔断太太没创意了 要要找人下套 怎怎 怎么也要找一个像我这样 或者小丽姐这样的 要不然可信度太值得商榷了 小米乐捂着肚子笑 你太有趣了 小姑奶奶 在你嘴里一出闹剧变成了一幕喜剧 于雪飞只住笑 一本正经说 轻巧 你不觉得这是有点蹊跷吗 你违宪女病人的时候 护士正好被叫走 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无非是托那个护士在香港的亲戚 买一套SGA牌子的化妆品 这话什么时候说不行呀 所以 我严重怀疑 你们这个院长是猥亵女的同谋 罗小丽吃了一惊 前几天她过27岁生日 父亲是送给了她一套SGA牌化妆品 说是托通是特意从香港买的 于雪飞居然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太奇葩 太有想象力了 好在大家并不知道她和罗凡的关系 她也没有必要去为罗凡辩解 自寻尴尬 青桥替罗凡洗白 亏你想得出 世界上无巧不成书的是多了 一拢茄子一拢葱 这两件事怎么能扯到一起 院长一直对我不错 我们一师一友 于雪飞不以为然地扎了一下嘴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得了 得了 青桥打断她 换个话题吧 你不是说在加拿大时 曾经向维斯林投过简历吗 她就是维斯林驻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米勒 估计她不会拒绝一个精通东西方文化 具有国际事业的沃泰华大学营养科学硕士吧 于雪飞白白手 不劳你介绍了 我早就认识这个养鬼子了 而且 我已经正式向她发出警告 不许再骚扰小丽姐 否则 小姑奶奶我大行伺候 小米勒装出一副苦逼像 神色沮丧地说 太憋屈了 青桥 我就像一只落在玻璃窗上的蜻蜓 前途一片光明 而我却找不到任何出路 青桥打去 你这个小歪古人 网上刚出炉的热词都学会了 于雪飞一脸得意 明白什么意思吗 怕着别动 可确保没有性命之忧 小米勒端起啤酒 高兴地说 你的意思是会手下留情 那我就安息了 安息 于雪飞惊讶地望着小米勒发出一阵大笑 青桥和罗小丽也很配合地笑起来 小米勒被笑毛了 怎么 我不该安息 你们为什么笑 于雪飞笑得直拍桌子 该该 你不但应该安息 还可以永垂不朽 放着一脸无辜的小米勒 青桥有点于心不忍 他认真解释道 安息 是死亡的意思 正确的单词是relieved 安心 又对于雪飞说 别笑了 再笑就不厚道了 说说吧 小丽和目镜你也都认识了 你的秘密可以揭晓了吧 于雪飞故作矜持地点点头 好 我可以把我的秘密发给你 说着拿起手机操作了一下 然后抬起头问 你这次中毒 我听小丽解说是因为室药 肯定和你正在研制的中药组房有关 牧主任也说了 你已经开始给他们社区的老年患者用药 这说明进展还是不错的吗 罗小丽搭话 还多亏了小霞 这个女孩我接触过几次 很聪明 很能干 还是微笑毕业的中专生 我看顶得上你半个秘书了吧 青桥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览 于雪飞发过来的邮件 漫不经心地点点头 于雪飞问罗小丽 小霞 哪路大仙 青桥抬起头搭话 奶奶的保姆 还真得感谢我们院长 是他介绍来的 说实话 这样贴心 能干有聪明的小保姆 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于雪飞有些吃惊 你们院长真够热心呀 还管介绍保姆 越界了哈 青桥系落于雪飞 不该操的心别操 不怕老的快嫁不出去 见于雪飞站红脸要反击 忙双手下压 得 得得 听不听我对你这个设想的意见 于雪飞乐了 当然 你的意见对我至关重要 不过要拍砖优着点 干嘛拍砖 我要给你点赞 青桥诚恳地说 你的这个创业方案很接地气 有调研 有数据 有前瞻 有亮点 不像你刚回来时的想法 异想天开 不着编辑 作为一名中医传人 推动大众健康事业的发展 本身就是我的职业要求 我愿意为你完成设想提供助力 而且分文不取 于雪飞转过身抱住青桥亲了一口 你这样说 我有底了 回国创业 我就是为了助力健康中国 在推动全民大健康中实现自身价值 小米勒被诱发了好奇心 他双手核实 对于雪飞说 小姑奶奶 你的创业设想可以给我看看吗 也许我们会以某种方式合作 于雪飞歪着头想了想 逼过手机 调皮的说看可以不能复制拿走 青桥问罗小丽 罗大记者 这个方案你肯定看过了 你觉得可行吗 罗小丽点点头 我也是在来的路上看的 应该说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 用我们业内的话说 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保障 不过 这个设想的启动要有一笔不菲的资金 不知道哪个风投能有眼光 我跟几个风投接触了 他们都说可以考虑加一棒 我正选择有社会责任感的风投合作 只想赚钱的找上门来也不要 小米勒已经看完了创业设想 他把手机还给于雪飞 你的设想很符合我们为斯林的理念与定位 如果你需要 我们可以考虑投资 打住 于雪飞喝住小米勒 别以为有钱就是爷 现在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投资的问题 而是本姑奶奶接受不接受你投资的问题 小米勒谦卑的一笑 他今天算是彻底明白了 于雪飞为什么不肯加盟为斯林 一般美女的梦想是做王妃 她的目标是当女王 酒足饭饱 小米勒坚持买单 并以本正经的陈述了三条理由 饭局是他提议的 本来他还欠于雪飞一个郑重其事的道歉 入乡随俗 这个道歉不只是口头上的 而且要付之于行动 他获得了新的合作商机 青桥见小米勒一片诚意 就不再坚持 出门时于雪飞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立马按断 青桥注意到他在席间已经恩慈按断手机 奇怪地问 谁的电话 你怎么总不接 于雪飞一脸苦大仇深 还能是谁 我老妈呗 烦死人了 又神秘地冲青桥一笑 不过 我给他布了一个局 估计他现在正懵圈呢 青桥被吓到了 问于雪飞 布局 你布了什么局 我给你寻思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